自体免疫案例 来服侍我 我不晓得是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到处都去找方法 我从小小的城所 到最后大医院 中医 西医 神医 风水 我什么都看了 但是我的病完全没有一点起色 半年后我不只是右手 我的左手也完全没有办法移动 我需要看我的家人来协助我 我每一天就是这样子来度过 那我一直都坚信不移 我总会有好的一天 直到有一天 我到一位很多人都说 很有名望的医生那里 他告诉我 你可以动手术 只是说半年后 他会再复发 每半年他就会复发一次 那比较遗憾的就是说 你最多可以活多三到四年 就是四年后 今天的我还依然活着 其实当时候我听到 我还剩下最多四年的命 我第一个想法其实就是 我付出那么多的努力 我要做那么多的东西 那最后 我花了那么多的钱 我看完所有的医生 最后我什么我都得不到 我只有一个死 所以我当下我马上我就崩溃了 其实我唯一要做的就是 我回家看我爸爸妈妈最后一眼 我会自行了断 因为我想活得比较有尊严 但回到家乡 我妈妈一看到我 他就说 我听说那个原始点好像很不错 你要不要试一试 我其实我是真的想敷衍我母亲 我真的是去原始点看一看 当时候有一位师姐 他就帮我按推我的手掌 当天我的手就肿脏得很痛 我就很不高兴很生气 就是连死你都要让我死到最痛的那一次 我就受不了 但是我妈妈就看到我这个情况 他就让我看光碟 我看了光碟 我决定再试最后一次 那我跟我先生说 我认为这个是我最后的希望 能和不能 我就是靠这一次 我回到家乙 去了家乙的原始点 师姐让我喝一杯姜汤 很小的一杯我记得 而且也不是太浓 我回到家 我开始呕吐 晕 当天晚上我在喝的话 我其实就开始肿脏 麻痹 那身体就开始发红 痒 真的是受不了 接着的那个时间 我其实就开始晕啊 不舒服 发高烧 甚至我进入半昏迷的状态 我先生跟我母亲吓得半死了 就互相沟通 然后我先生就在我耳边轻轻问我 现在马上就送你去医院好吗 我告诉他 医院我去了很多 我几乎那个是我第二个家 我知道医院帮不了我 医生帮不了我 西医帮不了我 这一次你一定要支持我 我就只是剩下这一个希望 我讲完了过后 其实我已经几乎昏迷了 很幸运的 我的先生并没有把我送进医院 隔天师姐师兄都有来帮我按推 甚至拿姜汤给我喝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维持了大概三个星期多 近乎一个月 间中我真的是有气无力 我完全是处于虚弱的状态 那三个星期过后 有一天我自己站起来 我自己可以洗碗 我自己可以缸水 我变得正常了 是原始点让我有今天 是原始点在三年后的今天 原本就是我的死期 我竟然还可以站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原始点的优点 跟原始点的能力 是原始点和张医师 延长了我这条命 是原始点和张医师 丰富了我的这个生活 也更加是我们的义工们 我的志工们 给我的支持 让我在最绝望 最崩溃的时候 扶我一把 我真心的 谢谢原始点 谢谢 谢谢 谢谢